历史惊人的相似 今年独行侠经历库斯2011年 这是预示要和热火碰面夺冠了吗 随着独行侠抢气大战击败太阳 他们也成过和勇士在西部决赛会师 而有趣的是 有网友发现 今年独行侠的经历 库斯2011年夺冠赛季 首先 这里都有一个德国人 2011年是诺田王 今年是克雷贝尔 欧洲全当家 对应着诺维斯基和东西奇 主力得分手报销 2011年 小牛二当家卡龙巴特勒赛季报销 当年是佩甲 今年是贝尔坦斯 还有一个身材矮小的坦克星空位 当年是巴黎亚 今年是布朗森 并且两队都在不被看好的情况下 一路勾勾勾进 更有趣的是 这两次独行侠的比赛中 记得都在球队 第一次是担任球员 这一次是担任主帅 所以往往也是大胆欲言 难道热火 今天要和独行侠在总结赛相遇了吗 毕竟热火 有个之前身穿23号的 当家小先锋巴特勒 如一个从猛龙交易来的三当家陋锐 此时此刻 恰如彼时彼刻 这个剧本也太刺激了 integr本巴黄亚 我们来29次天赛 suspense 我们准备